上次提到 我說走就走 只為了看一眼 灌籃高手平交道 單日12小時 來回1000公里 途中發生各種事件 還沒看了 先到這集來看 準備搭車回大阪前 來吃 無辣魚 動飯 這間真的頂 一起看下去 在這集來看 Zither Harp 大家好 现在来到了这一间叫做萨拉苏亚 萨拉苏就是乌拉苏 为什么会吃这个呢 各位我教你们我都怎么玩的 如果是团体的话可能不太适合这样学 但如果是个人很喜欢随意的驴儿的话 就可以跟我一样 好 我就今天要来拍这个贯高手 然后就在车上的时候查说 诶 这个姜之岛连仓有什么美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这边还有个乌拉苏酒 等一下给各位看 它很特别 查到之后呢 就有很多种吧 那我就看到乌拉苏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吃乌拉苏 而且它是有生乌拉苏丼饭 或是什么双色丼饭等等 就是生的跟熟的乌拉苏丼饭 决定好像吃什么类型 只有到这边 然后就直接Google 乌拉苏丼打上去 或是你就打日文直接打上去 就有很多件 然后就找评分最高的几个 然后看下面留言有日文还是中文 中文偏多就可以要考虑一下 日文比较多的 日文拿到四分五分的就很厉害 今天4.4个星 1000多个评论 然后中文日文都有 期待这间店 那我很想要吃吃看什么叫乌拉苏丼饭 台湾是没有这东西 我很爱乌拉苏 看一下乌拉苏白白的 然后我刚原本要叫双色丼饭 它说已经没有了 但是三色的就有 加上那个生鱼片 嗯 饭是比较湿黏的 它乌拉苏很咸 好吃 那我来吃一下生的 台湾很少生的乌拉苏直接吃哦 这边有铲 所以新鲜度应该没有问题 哦 很野性耶 冰冰凉凉滑滑滑的 但是它带有点刺刺的感觉 大葱鸭 两种口味一起 哦 好好吃哦 冰冰滑滑的 很顺利滑进去的口感 再加上煮熟的 咸的味道 加上它湿热的饭 很OK 当然它的这个茶 温热的茶还不错 可以加酱油 我稍微加一点点就好 不要影响它的味道 加了酱油的 生的乌拉苏 很特别耶 我喜欢 生鱼片 好吃耶 这应该是煎鱼还是鮪鱼啊 有鮪鱼的甜味 但又有那种煎鱼感 小黄瓜 萝卜 小黄瓜好吃 配到它的汤 这味噌汤 蛮清淡的 淡的味噌汤 这味噌汤是我来日本我觉得不错的 因为通常都太咸 它这个是直接加到酒里面 这可以吃吃看吗 就是乌拉苏 弄成干 下酒菜 热清酒加上这个 乌拉苏的那个 喔 有点辣辣的 很重耶 厉害 烤烈鱼 整个这样很漂亮耶 我不知道多少钱 会不会很贵啊 但应该还好啦 我猜2000块以内应该可以啦 包含酒 毕竟开在这种站旁边 应该是学生会来吃吧 我意外的满喜欢生的 这样熟的 这样一起吃耶 生的真的比较有生鱼片的滑顺的口感 然后熟的就是咸咸的搭配 然后你用饭把一些生的稍微焖久一点之后 那个生的就借在半生不熟之间 会有那个甜味 哎我知道 这碗我给 在外面吃过这种嘛 特别程度我给8.8分 可以试试看 稍微小扣分 它的饭这个 有点太黏 然后这乌拉苏酒 它那个泡月酒 因为我刚刚有稍微吃一小口这个嘛 你可以稍微吃到它那个 就是这个味道 它是乌拉苏的味道 但没有咸 然后是脆脆的香酥感 啊喝这个酒 今天有点冷 它的热酒 啊温暖 它应该是要让我吃的 因为它放不进去 所以一定是让我吃的 真的很赞耶 又是人参吗 今天这样也是留下一点小后悔 不过我觉得很有影片的那个起承转合 对不对 所以一开始没办法去小豆岛 太晚起了 太累了 然后决定上一波冠篮高手 然后来到这边 看到连仓电池生人也是我很爱的一部剧 小绿巡演的 小绿巡演的剧我全部都看了 真的会被它掰弯 不是 因为要搭捷运 后来突然间看到那个电车 想说反正到的时间差不多 就搭那个电车 没想到意外的动画里面常见的那个 不在心上的电车 听出应该有一个胜利点 是站在一个地方 然后它从那边经过 开心之语 不小心做错站 直接很尴尬 做错站之后呢 到下面才发现 所以我又上去 看Google 车好像要一阵子才来 所以我又直接下来 然后赶快跑到江之岛站 要搭电车 结果那个艾斯卡过不了 眼睛真看车过 然后呢再跑很远 跑到一个五楼 把那个艾斯卡消了 我觉得这个是日本一个 可能是我自己的雷 但是 已经不是第一次 我应该已经第二次了 要消池 必须跑到别的地方 为什么柜台 车站口没办法消池 就是补钱或是扣钱 消池 为什么要跑到很远的地方 专门消池的地方 就不是在站里 要跑到别的地方去消池 这个已经第二次了 我有一天也是这样 然后就错过一个班次 我耍雷啦 但是我觉得 可以每个车站 检票口或是什么 那边明明就有储植机 柜台里面可以储植 但是没办法消池 后来消完池 回来 问问题的那个柜台 在那边储植的 那边可以储植 为什么没办法消池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死了两班车 才让 然后天色已暗 但是还是有拍出一点点感觉 留下一点遗憾 下次要白天来拍 然后下次还可以拍 湘北的圆形的学校 我不知道欸 现在小朋友也是 蛮多人会喜欢的 因为不是你们现在 电视上会播的 我们的年代 就是看电视 跟我爸看电视 贯人高手 富翁快出锁 骑龙珠 今天这个也是 效果拉满 我知道身体巡礼影片的 那个流量都不高 但是 我觉得很好玩 另一种玩日本的方式 因为大家很多人玩日本 就是走那种 迪士尼啊 环球啊 或是一些东西铁塔啊 这些常见的热门地点啊 我喜欢走动漫的身体巡礼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遇到一样的人 那就是志同道合的伙伴 第二个就是 通常这样子的 那个日本人会比较多 找到的店 也都是日本人居多 才有那种旅游的感觉 不然你在一个旅游 旁边全部都做那个 中国人 台湾人 讲话都讲中文 很没有出国感 我就喜欢这种 旁边都讲日文的 只有我有一个人讲中文 就这种感觉 7点多了 赶快吃一吃 哦 好大块哦 第一个想象这么大 有酒味 好呛 哦 很爽啊 哦 这个酒味是扑鼻而来 哦 咯咯咯咯咯咯 我这红发 其实一目花道 味道会越来越重 没啊 刚查 来回800公里 而且今天也是很累 要是没有搭坐载 应该更加介意啦 完食 还想看到胜利巡礼 有人跟我说 我们想看哪里的胜利巡礼 但也要我有喜欢啊 我看那么多动漫 上次直播700多部 啊 加现在又新翻了嘛 800多部 也没有说每一部都喜欢 而且也不是所有嘛 一世界就没办法去嘛 然后一些架空世界 也没办法去嘛 找没流量的胜利巡礼 我来拍 反正拍什么都没流量 总共1900而已 蛮便宜的 那个酒800块 所以那个丼饭 加一个汤 加一个小菜 1100 很便宜耶 而且很好吃耶 生的手的不拉尼 还有三片 类似鱼 应该是煎鱼吧 不确定 反正就是生鱼片 也是很好吃 真的不错这间 加CP值我给9分 可以来试试看 离连昌高校站 灌篮高手 平交道 走过来8到10分钟 地图在这 这一站直接在路边耶 太狂了 它那个挡只有挡右边 它这边直接空的 没在闹耶 会直接从这个路边这样过去耶 超狂 你看旁边就是路边 我以为我在搭公车耶 超近 超帅的 你看它直接过桥 还没在滚呢 直接前往灌篮高手 一目欲见情子 平交道 那个明明就可以在东京的时候去 很快一个小时 但我就是要搭4个小时的车 这样子比较难 出来啊 这个是掉在空中的那个 哇 太帅了吧 来一次我太兴奋了 还有一站 不知道是怎样 Google叫我用走的 干 超小 来不及 等一下 进不去 哇 我的 这一半是我要搭的啊 绕塞 接下来绿远镜精彩的操作 好